Lio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伊索比亞對上義大利的對決 那這場比賽是競技場 那競技場地圖大家應該蠻醜心的 周圍都是木酬 那地圖會因為每一場而不一樣 那這場地圖看起來 這個伊索比亞地圖 這個地形怪怪的 然後這邊伊索比亞發現自己地形 這邊很安全 馬上把自己的城牆給滴掉了 可以讓自己擴展的空間更大一點 好那來看一下義大利這邊 義大利的後面的還也算不錯 但是義大利 這邊就沒有像伊索比亞這裡有一個 奇怪的神秘的發展空間了 所以每一場競技場的地圖來說 每一個玩家來說都會算蠻特別的 就是不會那麼的死板 好那稍微講一下義大利 這個文明吧 好先講義大利 義大利文明他的奴兵 他的寶兵是 勒納亞奴手 那這個勒納亞奴手 打這個騎兵會額外傷害 所以通常蠻Hunter遊俠國的 尤其是法蘭克啊 或者是專門出馬國的一些國家 所以義大利來說在單挑來 單挑來講是不算會很劣勢的一個文明 大家缺點就是他的騎兵是沒有的 所以會比較弱一點 好那稍微再講他的升級的這方面 義大利升級的話 他有一個資源減免的一個效果 他的費用是-15% 那個敗戰體比起來算是遜色的一點 但敗戰體也只有上帝王時代有減免 因為義大利人是每個時代都有減免 好那他的大學的費用還有碼頭 都是有那個33%的科技減免的費用 所以你在玩海戰圖的時候 義大利也算是一個首選的文明之一 大學費用很便宜這件事情 也對海戰來說也是相當好 因為很多海戰的科技 像什麼火箭啊 或者是彈道學這類的 或是化學 或是有那個加成 欸這個是 我以為他送TC社 我想說怎麼怪怪的 好沒事 看起來正常 好那主要他的文明是 出火槍類會有這個打折 這個打20% 直接8折 所以義大利後期可以打任那亞奴兵 然後也可以打這個火藥單位 那他其實也可以打騎士啦 因為義大利來說他也算是半全能的文明 你看他的攻擊防禦全部都是滿的 而且他還有品種 所以義大利打騎士奴兵 步兵也是可以的 但步兵我覺得最好不要打那個戳戳 因為戳戳沒有幾兵以外 通常義大利也不會打禁勇 因為他會打他的傭兵 傭兵跑得快 而且本身不用升級 所以他這個集戰率比較好 重點是跑順快 所以義大利來說單挑會搶的原因 大致上是分為這幾種原因 那除此之外他還有火槍啊火炮啊什麼都有 所以導致他在單挑來說 沒什麼太大困難的 困難的點就只有經濟加成的問題而已 因為其實義大利人他也算是一個沒加成的文明 所以算是你的硬實力要夠好 那這個文明自然就完結就會很強 好那稍微再來看一下伊索比亞吧 伊索比亞的話 長槍兵可以免費升級為重裝長槍兵 城堡時代直接送給你 然後三時代守護給你1000肉 是100肉跟100黃金 然後他的工兵速度會提升18%的攻速 欸是18%要講一下 欸是18%沒錯 所以他的工兵速度是射速喔 是這遊戲裡面射的最快的文明 好那來講一下他比較特別的點 他的一個金冠 這個扭力彈射器 可以把工程器製造所單位的轟炸範圍變大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強 因為伊索比亞他是有重型投石車的 然後又有火炮 所以這兩件事情 讓他的火炮跟重型投石車 殺傷力非常非常強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火炮 可以當一個投車來用 非常的猛 所以伊索比亞也算是蠻多 全龍攻兵文明 遠程單位的玩家首選之一的文明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快轉一下吧 那通常伊索比亞也算是一個沒算加成的名 經濟加成 所以他這個會給他100肉跟100黃金 算是稍微補正強度 讓他上城堡時代會比較好上一點 那確實有這個加成之後 伊索比亞上城並不會太弱勢 也不會弱後太多 好來看一下 伊索比亞果然是率先點下城堡時代 那義大利這邊也沒有這個加成 所以有稍微慢了幾秒鐘 那在高手之間 對角度的細微差別就蠻重要的 就算是 對決之中要稍微注意一下的事情 好 那這邊兩邊都上了城堡時代之後 要來開始爭奪這個遺跡了 經濟場的遺跡是非常重要的 那義大利已經派了兩隻刺頭 在賭這個遺跡 三里一出來就會把他砍死 但是伊索比亞這裡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早就知道 對手一定會等他出來 然後這邊伊索比亞是沒有打算要爭奪遺跡 反正是直接開了三TC 那義大利是先蓋了一個TC之後 再蓋修道院 然後再蓋第三個TC 所以流程上來說 伊索比亞的村民術是會贏的 經濟會更好一點 但是缺點就是 這個打遺跡 就是伊索比亞爭奪來說會比較弱勢一點 好 那義大利這個開局算是正常 像viper 或黑拉他們的這些高手 都是這樣子開局 先下第一個TC之後 放下修道院 然後再下第三個TC 然後再瘋狂撒田 這樣子 這個算是比較正常的玩法 然後會先出肉馬跟長槍兵 那由於伊索比亞這邊是直接打一個放棄遺跡的路線 所以義大利這邊沒有出太多的兵 那這樣子的話 義大利會很有優勢喔 這邊五個遺跡全部幹走的話 哇那很舒服欸 這裡還有一個遺跡 這裡還有一個 遺跡都有肉馬在那邊等 好 那伊索比亞這邊打算 無視遺跡 要直接打一波經濟爆 好 那這邊終於點下了織布技術 非常非常偷伊索比亞 雖然這個是正常的啦 經濟場如果本來沒有就要打快攻 或是沒有被快攻的情況下 支部就不用那麼早點是正常的 好 那伊索比亞這邊4TC 瘋狂運轉村民 但是這邊義大利只有3TC 然後等一下輪走了 當然是伊索比亞這邊人口只有稍微贏一點 原因是因為他這邊有用個TC去點那個手推車喔 還有這個輪走 所以導致村民術看起來沒有明顯的拉開喔 但事實上已經拉開很多經濟了 手推車加輪走的研發時間 占這個TC量大概可以 多搶個3到4村左右 所以你們這樣看 即使他已經研發完這麼多科技了 但他村民術還是有領先10隻左右 所以這個伊索比亞經濟已經算是突飛猛進了 這個時候伊索比亞已經要上帝王時代了 但是義大利這邊經濟上還差了 也沒那麼多 因為他這邊3TC 這邊點下帝王時代了 欸反而是義大利先點一下帝王時代喔 看起來經濟上有點3TC的關係喔 並沒有讓他拖到太久的升帝王的時間 好那這邊伊索比亞果然是打工兵開局的樣子 應該是要打這個強武沒錯 劍與奴兵都在升級 然後工兵開始在按了 那義大利也是想要打一個工兵開局 特級設計點 好那這邊義大利會優先上帝王時代 時間大概差50秒而已 那這邊有前置射箭場跟工程機製造所 好欸前線一個城堡來直接壓中間這塊金 那算是經濟殘給小細節 誰能先壓到中間的金 誰的升級就越大 因為這個金礦給的還是蠻多的 好兩邊開始壓 直接硬點這個蘆筆這個手頭 然後卡這個肉碼存數送光之後 所...果斷把這個城堡給放棄掉 然後再往回家門口蓋了一個城堡 好兩邊都差不多時間底下的話 畫學 那這邊看起來是戰矛 好戰矛打這個牛兵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量也要夠多喔 防禦也要點 目前都是先點攻擊力 防禦沒有情況下 這個戰矛還是蠻脆弱的 這邊看能不能再拖一下時間 然後把這個防禦減起來 但由於這個商帝王時代喔 要點的東西太多了 好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戰矛還是很痛 三級色加這個化學 這個強武還是蠻猛的 然後這邊化學一個蹦下 喔鞋換鞋 這邊都射得差不多 好這邊看一下這邊的細微超弱 這個看起來啊 目前 伊索比亞感覺還是比較強勢一點 畢竟他的攻兵射速比較快一點 而且火炮也有 兩邊都是火炮的情況下 但是伊索比亞是有剛提到金光的 強力扭射 牛力彈射器 好OK 台灣的翻譯是牛力彈射器 所以他這個火炮的範圍就會變廣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火炮雜訊 到底有多廣 好那這邊三級防弩一點下 強弩也點了 這不是強弩 這是弩兵而已 結果義大利也是要打弩兵耶 挺意外的 有確實喔 因為義大利如果不打弩兵的話 打這個傭兵也會被這個強弩射歪喔 而且伊索比亞的強弩又更猛 射速超級快的 好火炮已經有這個 金光的效果了 來看一下能不能砸出一片風柴 砸去 欸 哇 全部殘血 很痛 來看一下 喔 差點就倒了 這個踢一下 欸沒踢到 好兩邊都在火炮戶頭 哎呦 哎呦 好危險 好直接啟發 能收掉這一台嗎 再來補一下 OK巨頭倒了 欸沒有在倒 他剛剛是打 他直接去點後面的火炮啊 哎呦細節細節 先處理火炮 但這城堡很會掉 唉呦 差一百滴就倒了啦 這個城堡 好那正面來說 火炮解決掉之後 一手滴啊已經打出了他的優勢了 因為火炮的他的範圍比較高 所以這邊 擠火對方火炮是有點優勢在 好那這邊點下巨盾 吉他利點了巨盾之後 遠防 近遠防都會各加一喔 所以翻牆非常的硬 唉 近防有是遠防有 這個奴兵 好火炮直接無形輸出 好那義大利加里目前也是3TC 但TC的數量下不是重點了 這樣兩邊人口都快要接近200人口 但是 義大利這邊經濟還是比較差一點喔 畢竟一手滴啊這邊爆村已經爆到150村 這邊三級防禦也點下了 而且戰錨也補了 並沒有要繼續打這個強弩 還是要省一點黃金 先轉一下其他兵種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目前兩邊應該都是遠程單位大戰 問題不大 火炮又出來了 能不能砸 欸沒空好全部白給啦 唉呀我想說奇怪 你怎麼一直往下 被勾引到了 火炮繼續在砸 再開炮一下 欸不拆這個喔 拆這個也可以 好那義大利這邊強弩出來之後 稍微把戰錨打了回去 但戰錨還是counter強弩的 還是要稍微小心點比較好 這個血量掉的很快 哇戰錨明明不是黃金兵種 然後打這個黃金兵種 強弩確實綽綽有餘 輕輕鬆鬆 算爛了 哇這邊就已經損失了三四百塊的黃金囉 因為這邊 伊索比亞是沒有消耗任務黃金去給他換的 遺大利這邊血虧 然後火炮這邊一直在讓他修城堡 浪費更多石頭來 阻止對方修城堡 而且經濟快要崩了 石頭已經要沒了 啊直接倒了 正面看起來是一度的伊索比亞的碾壓 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 噢這個一發 喔呦 沒打到 但目前看起來 這個伊索比亞的優勢非常非常大 畢竟他這個火炮是有範圍傷害的 所以只要打到一發 這個火炮很容易就直接倒地了 而且這一坨工兵擠在一起 也會一波直接被火炮直接打爆 而且這邊建築一直被拆 義大利要花更多的木材 去蓋這個射箭廠跟其他的建築物 所以木材消耗量 目前義大利是被消耗得非常非常的慘 村民的部分 這裡補到150村 把經濟勉強拉回來 然後伊索比亞這邊有低村民 把自己的村民低了一些 然後去換這個單位出來 去支持正面的一個軍事 右邊這邊三個射箭廠補下 繼續再補這個射箭廠 右邊變成一個義大利的主要基地 左邊的話 伊索比亞還在進攻 順利把外面的野精給阻止了挖掘 右邊這裡有金嗎 右邊沒有金的話很危險 有一塊金在中間 基本上也挖不太到 目前義大利很危險 隨時都有斷金的可能性 因為他現在只靠家裡的金光 在支撐自己的經濟 如果要再把經濟打回來的話 左邊要躲回來是一個重點 火炮開始互炸 炸到了義大利 義大利這邊砸到了火炮 很多彈 好那這邊看一下這個扭力彈射 直接砸掉 好直接砸 哇全倒 很猛 哇 找光光 這個火炮殺傷力還是挺十足的 這就是伊索比亞的強悍之處 好伊索比亞這邊等一下 輕騎兵三斤跟跟蹤技術 當然輕騎兵這裡是沒有血統 血量雖然少了一點 但有跑速 有跑速還是蠻重要 畢竟馬跑得不快的話 就追不到敵人 追不到敵人就沒有傷害了 所以有跑速還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好 火炮繼續帶輸出 但是剛剛這一波交戰 義大利損失了非常多的單位 而且這邊火炮並沒有擴散的效果 所以這邊打起來來說 還是只能打個一兩隻的弓兵跟戰矛而已 所以效果沒有像剛剛伊索比亞這麼好 直接撒了一坨 那這邊 經一直被控住的情況下 能不能讓他偷去挖呢 那正面的話呢 義大利也打出了一些馬 這邊轉出了馬的升級 二級攻二級馬卡也在升 正面的話還是在靠戰矛 在做一個支持的狀況 但這邊射箭場剛剛被拆了很多 而且木頭有點見底 因為這個建築物被拆太多 木頭也是個問題 好 那家裡檢基狀況看起來 沒有非常好過的感覺 而且他這邊地形後面也沒什麼樹 因為往旁邊挖的話 這邊可能挖出洞 很容易就被這個伊索比亞給騷擾到 但是這邊直接打出了一個城門口 直接長驅直路 但是義大利這邊已經有看到 這裡有個洞 哎呀沒有注意到這裡有個洞 直接進去了 看這邊義大利早有準備 匈牙利新奇兵早就已經升好了 但是這三級反而沒有點好 而且這次量還不夠多 正面的部分 城堡有可能會掉 很大量的火炮 但火炮這邊來抽點 能點到嗎 可以 哇沒有掉啊 哎呀很可惜 直接上台 這個剛好在那個弱點 這個弱點打得非常好 但是這邊繼續火炮還輸出 來不及修 城堡直接 遺落 大量洞毛直接上來開砍 戰毛直接被砍成白癡 但是這邊牆弩的數量也不夠多 只有八隻牆弩 牆弩很快就被洞馬打倒 而且這邊很多戰毛也上來 戰毛直接上來硬點這個 牆弩跟戰毛 正面幾乎個潰敗的狀況 對加油現在目前一個BBQ 沒有辦法做個很好的經濟板子 經濟被受到嚴重傷 右邊城堡也掉了 牆弩這邊也全部倒地 這邊牆弩一集結出來也是被戰毛點光 哇 伊索比亞強勢進攻 義大利完全沒要反擊 直接打碎機局 哇沒想到這個伊索比亞這個火炮 威力這麼的猛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 義大利這邊是木材有小小的優勢 3000而已 但實物明顯是少了很多 由於這邊經濟暴死 伊索比亞先暴了上去 但是後面有低吋的關係 雖然由持有5個遺跡 造成了3000多的黃金支持 但是由於 轉兵轉的時機點 伊索比亞轉的更好一點 然後這個洞也確實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泰銘點 打出那個10強 然後義大利這邊 來不及把這個洞圍起來 所以導致這波 讓他有點 經濟被鬧到 所以只能打出GG 不然這個 伊索比亞 打這個義大利 我覺得有點 算是小小的Hunter Hunter Hunter原則是因為 伊索比亞本身不是馬國 那義大利打馬國是特別厲害的 那義大利強勢的地方 他有打步兵 他的火槍也拚 那剛好伊索比亞 都是不打這兩個 雖然伊索比亞 也可以打他的寶兵 彎道勇是 但彎道勇是 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出的 所以這個情況 伊大利有點 完全被這個伊索比亞的 控兵給Counter到了 所以我覺得伊索比亞 剛剛火炮也算出的蠻關鍵 而且這個金冠點的 實際也是非常好 這個金冠點下之後 確實義大利的 戰矛跟強弩 還有火炮 被壓制的非常非常慘 可能要解掉的話 義大利可能要出個 騎士喔 或是大量肉馬 直接淹上去 可能會更好一點 或是直接出這個傭兵喔 都是一種選擇 但是這邊轉兵的 實際比較差一點 然後黃金也被壓制住 所以導致這邊轉金 轉兵跟農田 灑的不夠多 所以轉兵也轉比較慢一點 所以導致 義大利後面 轉兵都很困難 好 那看起來 這一場的解說 也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